我們將來講到 念在這裡 現在在講第三個 進 精進 這個精進 就是 善事其大點裡面的 四張心 四張心裡面的意思 這個 我們將來講 有念的方法 在奢媽陀裡面 修披不承諾 成功了 就出現了窄 出現了的光明與智慧 但是這件事 需要有精進 才能成就 你小小的努力 還是不可以 其中 就是我江才也說過 遇生俱來的懈怠 我明知道應該做這件事 但是還是懶 還是不願意做 這是懈怠 所以一定要發起來勇猛心 我不要現在 我早早地起來 早不要睡這麼多覺 早早起來就用功 好想 靜坐 那麼晚間 也要晚一點才能休息 其他的雜事 都應該放下 才可以 由於精進 你不懈怠 你長時期的努力 你才能夠有成就 其中有神們 障礙我們 有困難 不容易成就的你 當初開始靜坐的人 自己會知道 腿子痛 盤腿坐 腿子痛 這是困難 第二個 你心裡他妄想很多 再就是混沉 初開始腿子痛 他不混沉 因為腿子痛 他不混沉 痛得你心裡難過 他不會有混沉的事情 等到腿子不痛 你混沉來了 坐著你打開罪 不打開罪 你心裡就忘了 我昨天和誰通電話的事情 很有印象 你就坐這裡 就再通一次電話 自己還得坐著 和你通電話 就打完架 和你打發 或者是無意的事情 或者不如意的事情 就在這裡 再重新再來一遍 才心裡才打完架 當大家開心了 才知道是打完架 這樣會有什麼問題 沒有興趣 沒有興趣 就懈悉了 我不僅坐是好 所以需要自己要精進 佛就提出來 精進 你不要被腿子痛 或者是昏塵 或者是調局 散亂障礙度 你就不休了 我不靜坐了 不休時間坐了 這是一個困難 第二個困難呢 還有什麼問題 就是 你要是用功修行 你就容易和修行人有關係 和修行人有關係 那些有成就的 大修行人的殊勝的境界 你要知道了 你的心裡的反應是什麼 有可能會精進 我也想要成就 也可能 哎呀 我怎麼能做到這種事情 還是算了吧 我不要靜坐了 退下來 有可能這種事情 就是自己對自己沒有信心 我小小的還得可以 那麼大的工作 我做不來 所以這個地方佛說 叫靜靜 你不要怕那件事 有為則也要是 順利也要有為則也要是 只要肯鬥力 就會成功 所以要靜靜 另外一樣困難呢 長時期的靜靜呢 就是身心疲勞 疲勞 辛苦 修行這件事 不是在那裡睡覺 不是這個回事 要減少睡覺 還要減少飲食 飲食也要減少飲食 吃很多還不行 吃很多也不行 睡很多也不行 睡很多也不行 要減少睡眠也是個困難 減少飲食 吃一個品味特別好的 你讓他們吃 吃得很困難 另外一樣是 你因為修行 使能身心疲勞 這是困難 第二還有其他的事情 修行的時候 住的地方 有蚊子 有蚊子 或者有其他的什麼事情 搖爛你 也都有困難 或者有其他的什麼 業障 出現了 也會有困難 這些事情 都要衝過了 向前進 才可以 所以需要精進 這是 這還有一樣事情 你小小有一點成就了 就生歡喜心了 就停在那裡 不前進 這也是不行的 小小有一點成就 就是坐在那裡 婚姻前進 神都沒有 其實你未得出產 以上的定 所謂的地定 或者預定 會有些靈感而已 並不是神 而這些事情 都是靠不住的 有的時候靈 有時候也不靈 自己歡喜這些小小的事情的時候 炫耀自己 法偶有神童 此實在是害了自己 此實在是不對的 所以佛說這個精進呢 八國傳媒做的事情 都要衝過 超越 超越這些事情 衝過 你一看上最後 看上最後 所以你需要精進 你這個法門學習得很好 你又能夠這樣去學習修行 不怕辛苦 又能夠精進 這個很好了 所以這個念在盡 習 因為這樣的關係 衝破了一切的困難 障礙 最後 所以叫做習 習呢 就是你這個清淨光明的智慧成就了 入聖道了 不是凡復了 如凡入聖了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得到了光明的智慧的時候 心裏面 完全如以前的感觉不同了 就知道 就是聖道了 自己知道了 得到聖道了 得到聖道的時候 聖大歡喜心 生大歡喜心 寫下的奇 這個奇是 這樣意思 這個 這個 在大成的經文裏面 菩薩修行的位置 在師地 第一個位置就是歡喜的 宣章法是發揮一個極起力 極大的魂起 那個和這個七腳趾裡邊的喜是同樣的意義 宣章的寫法 這是念、哲、極、極 第五個是清安 安 就是清安 第六個是定 第七個是舌 這三個事情 這三件功德是以定為主 這個定也就是三十七大篇裡面的四神主 四年主、四藏秦、四如意主、四神主 這個四神主就是定 這個定為什麼稱之為神主呢? 神是神通 天通、天耳通、他先通、命通、神主通 還有一個陸進通、陸進通先不說 這五種神通 五種神通的境界 這是有了禪定的人 在禪定裡面修神通成功了 就有這五種神通 這種五種神通 主是他依靠什麼原因成就的 是以禪定為他的遺子 因為有禪定才能有神通 主是依靖的意思 這個禪定啊 為什麼修行人要修禪定呢? 我將他也說過 現在說了 你修要禪定成功了 在禪定裡面修禪或神通 你才能成就這個七覺之律 才能成就 不會源會因為是有困難 會源很困難 這個領也有深淺 對淺是禪姐zinho 再深一點是味道部定 再深一點是視餐 這個謂道地定通常說 也可以在味道地定裡面修至念著 得無聲發音也是可以的 但是辛苦 不可以的 要是在所見的市場裡面就容易 容易得神道 這個預結錠是差一點 但是在誠實論上似乎說 預結錠也可以 也是可以的 也可以當然是要特別努力一點 這其中的情形究竟是怎麼回事 就是人的善根的關係 有的人他禪定的善根特別強 前一生他不怕辛苦 他修下了很多時間的禪定 他內心裡面有那個修行的種子 他今生不用太費力 一盤腿一靜下來 他就成功了 就是因為前生有修行的關係 他得到了舍戒四禪 先得禪定 然後再修十年入 他一下子就得三國 不需要先得出國二國 然後得三國不用 一下子就得三國 就是這樣 但是另外有一些不同 另外的人的般若的智慧的學習特別強 他的學習佛法的智慧 比定的功德厲害 他定的訓息率比較少 所以說訓息的善根不一樣 要是智慧的功德訓息率特別強 定的功德訓息率少一點 那麼這位人呢 他先得出國 他修訂的時候 不會很快成功 但是他的屁股手能一修就成功了 那麼這時候先得出國 然後得二國 再進一步的三國 所以有的聖靈呢 所以有的聖靈呢 沒得禪 但是先出入聖道了 有的聖靈呢 先得禪 然後才得聖道 其中有的不一樣的聖靈 現在這裡說呢 不管你是哪一樣善根強 哪一樣善根要 都是要有的 先後就是 先後的不同 一定要有多少 所以這個七九字裡邊呢 有宅的智慧啊 但其中你有定 要有定 這個定當然你也是要特別的要修 才可以 那麼修定的時候啊 我多說一點 我再多說一點 這個修定呢 有八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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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個方法 第一個條件就是慾 你要有強烈的慾望 我想要得定 你這個願之望 要強一點才行 好 這是慾 第二個就是要精靜 修定的也得要精靜 所以我一天做兩個鐘 兩個鐘 你做四個鐘都做不算多 最好是做八個鐘頭 你做八個鐘頭啊 有希望 做八個鐘頭 你最少要精心四個鐘頭 就是十二個鐘頭 你一天要拿十二個鐘頭來做這些事 你最少要這樣 最少要這樣 這樣子 你那剩下的十二個鐘頭啊 除掉了睡覺還有一些雜事 其實你要用功的時候啊 最少十二個鐘頭 我看至少要十六鐘頭 最少你要用十六鐘頭 要這樣子啊 我因為你有希望和肯定 得無聲反應 所以一天我要到阿佩斯去 還要去八個鐘頭 那就不一定 除非你前生啊 你的定的功德 你的部落人工的預備得非常好 今生就兩個鐘頭啊 七天內得無聲反應 這樣或者可以 如果你沒有大大力成熟啊 不行 但是你怎麼知道 我前生準備得好 那很容易知道 你現在用靜坐的方法一坐 你現在又沒有雜念 就知道了嘛 你就知道 我一坐 心就定了 當然那是他一開始已經定 那就知道你前生的定義功德 在這個不錯 說我前生的這個智慧智慧得怎麼樣 那也很容易知道 你聽經文法自己或者是閱讀 或者聽講解 很容易就明白了 很容易就明白了 那就是你前生栽培的一條 如果是教育的栽培不是那麼容易 靜坐的時候畫下還很多 你想要短時間就成就 那時候 那時候便宜 這個運功修行的事情 印核印不能占便宜的 你一定要拿出來代價的 你一定要拿出來辛苦的 不能怕辛苦的 所以有人說 今天是出家修行好 再家修行好 你自己想一想好 你想一想好 你想一想好 所以要修禪定 第一個條件 要有欲 有強烈的欲望 我想要得禪定 第二要靜靜 欲靜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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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相信我能成就 要有信心 我相信我能有成就 因為你沒有這個信心 不行 我能成就 我自己也不相信自己有成就 那不行 你自己要有信心 欲靜 信 安 你能靜靜的 有強烈的欲望 你又能靜靜的去行動 你又有很恳切的 很真實的信心 你一定會成功這個 就會得到了肯定 就是得到了清安樂了 清安樂這句話 我們常常靜靜的人 也可能未得清安樂 但是也可能會容易明白一點 就是 有些人會打你 用棒子或者用拳刀 打你一下會痛 我本來也不痛 也沒有什麼落 但是打一下就會痛 加上來有痛的感覺 弱也是 就是 由於你靜坐 八道了那個程度的時候 就有殊勝的快樂 在身體裡面出現 這句話 其中這件事裡邊 有一點差別 就是 佛教裡邊 佛法裡邊 所修持的方法 只是 叫你心裡面 不要動 把妄想停下來 安住在所緣境上 明靜而住 只是這樣 但是其他的思想家 主張運氣 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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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氣在身體裡面 動你 會有清安樂 會有一點樂 但是這個樂 不是常見的三昧樂 不是 不是 因為他的心 他的心還沒有達到欲結定 回到地點 更沒有達到所結定 所以那個清安樂 不是 不是那個禪定的清安樂 佛教所說的樂 是得到了禪定才有清安樂 而這個是不運氣的 他只是按照修持夢多的方法 明靜而住 由玉結定 把我們回到地點 回到地點 回到地點就開始有清安樂 到了出禪的時候 清安樂是更厲害 更明末 也名之為三昧樂 得到了三昧樂 當然對於世間上的慾樂 這個心情就淡了 心情就不同了 所以是 慾 精、敬、信、安 有慾 有精、敬、有信 就會得到禪定 得到禪定 就有清安樂出現 這是四個 另外呢 正、念、正、知、思、舌 又四個 加起來是八個 這個正念是什麼呢? 這個正念呢 就是你的心 這個修行禪定正因的一念心 安住在所元靜上 一直地意念這個所元靜 不失掉 不忘失 不失掉這個所元靜 一直是很明瞭的意念這個所元靜 叫正念 如果你昏塵了 就是沒有所元靜的 如果大妄想了 也沒有所元靜 昏塵 調局 散亂 不正知 就是你心裡面 失掉了所元靜 也就是沒有正念 如果沒有正念的時候 這個時候需要正知 就是你要趕快知道 我那心失掉了所元靜 趕快把心收回來 就恢復過來 這是正知的作用 正念、正知 是 這個失 這個失是什麼意思的 就是 我知道 我現在 昏塵了 這時候要用這個失 就是採取行動 來對付這個昏塵 這是失的作用 失是採取行動的 行動者 正念、正知、失 說 如果你對行動很合適 就是 昏塵也對之出去了 調局也對之出去了 散亂也對之出去了 而內心是寧靜而入了 這個時候你就不要動 死了 就不要再有事情 你就安住在哪裡不要動 這時候叫做死了 用這八個方法來修這個事 就成定 欲強烈的願望 不要得定 我要得神通 不要這種願望 欲 精進 就是行動 不要接待 信 安 正念 正知 失 用這八個方法 用你合適的 這個定就出現了 就成定了 得到定以後 當然這裡面最好是得到世界四禪 最好是得到世界四禪 我們的本世 這個大壁之佛也可能是在第四禪 或者有的阿羅漢也是在第四禪 有的阿羅漢是三禪二禪 初禪裡面得阿羅漢 也有的阿羅漢在未到地定裡面得阿羅漢 未到地定裡面得阿羅漢沒有神通 沒有神通 因為禪定的力量不夠 沒有神通 所以這裡面 這個七角子裡面這個定 應該包括這麼多 或者是未到地定 或者是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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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因而易 有的人得了未到地定 才未得神通 有的人得了也沒得 所以這個地方 有這樣的不同 裡面有這樣的不同 在這個定 得到這個定的時候 這裡面所有安定者 要有清安 最低限的時候回到地定 最低限就有回到地定 這個安清安樂意出現的時候 有什麼事情呢 就是 身體裡邊的初衷沒有了 身體裡邊的初衷沒有了 這個初衷怎麼講呢 我舉一個例子 第一天有病 這個時候 身體不舒服 這裡頭 那裡頭 不感情不好 等到看醫生 或者不看醫生 病好了 身體回復正常了 這個痛都沒有了 這就可以說 那個痛就叫做衝動 就是衝動 那麼大家 這是一個 與這個例子的比喻 事實上不是這樣 那麼 有病的 病好了 要恢復正常的健康 這是一個對比 第二個對比呢 身體正常的健康 但是沒得定 後來得定了 得定的人和沒得定的人 彼此的感角 就是 沒得定的時候 身體有初衷 得了定的人 身體是不初衷的 這個初衷究竟是什麼東西 可以做兩個解釋 可以做兩個解釋 是 我們現在的 沒得定的人 我們這個身體 或者是有150磅 或者是200磅 或者是180 也是身重 要是得了舍界定 或者是得到味道力量 也能有一點感覺 身體是如雲如雲 不感覺它有重量 它坐在那裡的時候 這個身體好像有 也好像沒有 就是沒有初衷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 初衷成重 初衷 得到長江以後 這個身體有藥物 不是那麼初衷 不是那麼初衷 這個初衷 和不初衷 對修行有什麼關係呢 有關係 有初衷的時候 這個堪能性低很低 或者是無堪能性 你想要靜坐修行 就是不舒服 不是那麼合適 要是身體沒有初衷了 這個能力非常強 這個靜坐的時候 定的境界就出現了 那是不同的 其實說出一樣事 比如說是這個人 他把法和經背下來了 背來了 他天天要背 但這時候就不想背 心裡面不願意背 靜坐一個鐘頭 先靜坐一小時 靜坐完了 這個不願意背經的心沒有了 完全沒有 他就很容易就可以背 這就是靜坐有堪能性 你有修消殊聖法的能力 就是堪能性 這個能力 所以這個得了堪能的人呢 他的身體面的初衷了 他現在有殊聖的能力 他為大眾生做事也好 為一切眾生幸福之道也好 他能力非常強 他這個時候 他這個時候 他想要修消殊聖的法門 他能力非常強 比如說我們看 你要我背經呢 背心經還可以 背經常經過就幹掉難了 要背法和經 背花和經 背花和經 這不可以 但是要得到禪定的意思呢 他背這個難的這個字 他要背花和經 很快就可以背起來 很快就能背完 不管背什麼經 很快就背起來 他的記憶力非常的強 就是堪能性非常強 就是能力非常強 我們感覺要斷繁打很難 有禪定的人斷繁打不難 斷繁打不難 得大智慧不難 有神童也不難 新菩薩大也不難 一切難的事情在他來說不難 只要肯做 他不感覺難 你說定有堪能性 也就是有初衷的時候 就是沒有定 所以有初衷就是沒有堪能性 沒有初衷也就是有定 也就是有堪能性 當然要分兩種 一種是心初衷 一種是身初衷 身體和心理 心也有初衷 身也有初衷 我們沒有禪定的意思 心也不行 心也有問題 心裡面砸爛的妄想 現在定 也是初衷 身體也是不對的 但是我們要有耐心的 現在說要精進的 要克服了 有困難 不行也要行 他慢慢慢慢也就成功了 所以得到禪定的時候有清安樂 清安樂呢 也就是身有清安 心也是清安 就是沒有初衷的 所以叫做安定舌 你再多講一會兒 把這講好安 不好意思 他們這個安定 好 講完 陳先生講的舌 這個蛇是什麼呢? 這個蛇和前面的苦樂蛇 苦受、樂受、蛇受的蛇不一樣 這個蛇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修行人啊 它在禪定裡邊的境界 常常裡面有什麼境界呢? 它心也不渾沉也不散亂 我們平常未得定裡面 不是渾沉就是散亂 不是散亂就是渾沉 佛教、佛法裡面稱之為不平等 心老是不平等 不是渾沉就是散亂不平等 現在得到了禪定 現在說這個也好 這個也是聖也好 這個也是禪定好 它心裡面也不散亂也不渾沉 不是心裡面有明 心裡面明明了了的但是不渾沉 而又沒有雜念 就是寂靜 明靜而住 明靜而靜 明靜而靜 那麼這一下就聽了 正直 這個正直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明靜而住的境界啊 一直地相遇下去 沒有什麼變化 不會呼籲的又渾沉了又散亂了 沒有這回事 這叫做正直 我們沒得定的人 我們靜坐有時候也會 明靜而住也會有 但是不會很久 不是渾沉了就是散亂了 但是這個人不是 這個人它一直是明靜而住 所以叫做正直 平等正直 無功用住 不用什麼意思呢? 就不需要有什麼顧慮 我們呢 靜坐的人會顧慮 心裡面明靜而住了 哎呀我一會兒可能也會忘記了 我要注意 心裡面要十分地謹慎 去保護這個定的境界 不可以大意地 叫做功用 而這個得定的人不是 或是它不需要顧慮 自應運地 自言地 就沒有什麼事 其實這是明靜而住 是無功用住 平等正直 無功用住 這叫做舍 這是來得翻譯的人 用這個字來形容這個境界 但是這個你得有漏定的人 也有這個境界 現在這裡是無漏定 叫做舍 平等正直 無有住 這叫舍 這樣子 加起來 也有七角之 但是七角之內 我們再說它一個大意 就是念 把這個法門見見 一切法是無常無惡的 假設我們修這樣的四年之法 無常無惡的 它這個道理也顯 顯現在心裡面 然後去摘 觀察 不斷地這樣觀察 去掉一切的煩惱 去掉一切的指導 所以就這樣 這樣觀察 要精進 念在盡 要精進 現在也不可以 念在盡 習 最後成功了 清安 這個習是成功的 成功 這個成功裡邊 不但是智慧 還有禪定 禪定裡 還有清安 還有舍 這樣子 七角之 但是七角之裡邊 還有一個共同的一種功德 就是你做如是觀的時候 也就是修師念著 觀察 這個舍舍想想想是苦 遇見的眾生 舍舍舍舍是苦 舍舍天 無舍舍天 都是苦 也厭離這個苦 要有這樣的觀 這個宅 這個智 這個智慧的觀察 也要做苦觀 其次呢 再觀察 我現在生死凡苦 我還有愛凡 有見凡 愛凡 見凡 煩惱 怕有力量 此令我受不悟 這苦從哪來 苦原來沒有啊 是由自己的煩惱 集聚而有的 這個苦是這樣的 所以要無欲 要棄受這一切苦 達到滅的境界 立切相 在這裏按住不動 但這個地方 這件事啊 要常常靜坐的人 才能夠有萬一心 我們平常都不學習佛法 也不靜坐的人 今天這個地方 有什麽好呢 一定會想到這個問題 好 這個修行人 要做如是觀 聖民 佛也好 一切的 壁之國也好 大羅漢也好 德無聲發音的 胡說也好 他那個不分別人出現的時候 都在這裏 都在讀法 集結相真 我也願意到這裏來 所以要做如是觀 然後這是滅 最後是道 苦之滅道 道你 我要到那裏去呢 要修修戒定會 有戒定會是滅的道路 有戒定會的修修 才能棄捨一切苦 棄捨一切的煩惱 才能到達滅那裏去 這也是在裏面具足的 具足的一種觀察 其實這個念裏面也是有的 念 在盡 其 清安 對 者 都是有這樣的觀察 他這個 我們一樣一樣解釋啊 當然有相好的次第 但是修行成就的時候 不是這樣 就在那一探落 都是有這個觀察 都是有的 從這樣子的 我們就可以知道 主要是修飾念助 由世聖琴的精進 加上司儒義足的定定支持 那你信經念天輝的善根就成就了 我的力量 這時候才能到七角之一 就聖道 得了聖道以後 聖道還沒有圓滿呢 他繼續地修行 就是八正道 八正道 八正道修成圓滿 就得了阿羅漢國的 就是得了十地路上 道路上的體諒 功德圓滿 這個七解枝啊 包括了 其他的六科 一共是七科 三 其他的一共是七科 他們是一回事 其中的道理啊 也是很多很多的 就是一個試念助 裡面有很多試 但我們今天 就簡單介紹這麼多 要想要 在進一步去多學習 八正道論裡面的三十七道品可以讀 八正道論裡面的三十七道品 也應該讀 可以學習 那就會更圓滿地 認知這個法門 我這只是簡單的介紹而已 就到這裡 多謝各位 好 這裡有一個問題 怎麼樣可以知道 往生的父親 過得好不好 這問題 這問題是 你念地藏經會知道 你多念地藏經 多念地藏佛舍 你下地藏佛舍請問 地藏佛舍會告訴你這件事 你會知道 會知道 可以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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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 阿韓經裡邊 還有其他的 所以 人也是 有病 有病 大眾生 派一位 必就去問病 問病 問病的時候 當然 不像我們 一般的 問病的方法 我問病 就是一般的情 他的問病 就是提起了你 世間諸的正念 蛇有惡 惡說法 雖然行思 惡惡說法 他這樣提出這些問題的時候 不是嘴巴說的 不是 他這樣問的時候 他心裡做如是觀 做如是觀 那麼一次一次給這樣觀 定就好了 也得盛道 也得出國了 那也得阿羅漢國了 這是什麼故事 這個其中阿 我們也可以這樣解釋 為什麼病會好了你呢 可以做兩個解釋好了 一個是 是 他在有病的時候 大眾生 去和他說法 回他說法 說這個思念諸的法門 說法的時候 他隨意說的時候 他隨意做如是觀 一下子 得出國了 得出國了就是 他一生歡喜心 一生歡喜心 四大身體裡面四大的痛 是病重就結束了 所以病好了 這是一個解釋 第二個解釋呢 或者說我們有什麼罪業 有什麼罪障 實際上我們有病 但是他要是 但是由於 聖念諸的聖道 他在心裡面 努力地做如是觀的話 能滅罪 能滅一些罪 能滅罪 罪滅了 病就好了 這是什麼回事 我們現在的佛教 我認為 就是佛法學習的不夠 不能夠修世念諸 也是弘揚的言論 也不多 不修世念諸 我怎麼辦法 只有拜大壁燦 拜梁皇燦 或者是拜萬父燦 只有這樣的燦 去滅罪 也是能滅罪 也不是不能 也能滅罪 但是要修世念諸 滅罪的力量 是最大的 最大的 滅罪的力量 是非常大的 所以他能夠病得很好 舍利弗真的是個大阿羅漢 在阿羅漢的佛地子裡邊 他的智慧底 他有病 病到什麼程度 不能走路 但是佛這時候 在大眾上要說法的時候 他土地 抬他到佛邊聽法 他還要來聽法 要是我們有病 我告假了 我不散客了 那舍利弗就是不是 他要到佛邊來聽法 聽佛說 說完了 病好了 這個佛在世的時候 在我們出家的戒律裡 在阿漢經裡面 常常看見這種事 這種事 所以修世念諸 我認為非常好 此非常好 此非常好 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請寫說 夜感緣起 一半 有受者而無助者 與因相聚 大乘三係 夜感緣 對夜果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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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夜果的案例如何 有受者 有助而無助者 話應該是這麼說 這個受者 什麼叫做受 就是我們雅耳鼻的神意 和甩層相外主法 接觸的 你內心裡面有感受 這就是受 但是沒有受者 就是沒有我 我們知常有偶的 有偶論是 說是 三半是我 受者就是我 做者就是我 誰做這件事 是我做的 受苦受樂的是誰 是我 受者是我 做者也是我 現在佛法說 有受而無受者 有助而無作者 就是觀察受的時候 惡不可能 觀察你做事的時候 惡也不可能 只是思者想也是在動作 惡不可能 受者也不可能 坐者也不可能 是這樣 是觀察惡空的意思 你在做事情的時候 就是深口意 你內心裡面思想 應該這樣做 那麼就這樣做 應該那樣做 就是那樣做 這就是這樣的 故事裡邊有個惡 成就這件事 這個受的時候也是 受苦的時候 也是你的舌頭現實 手落的時候 也是舌頭現實 裡面沒有惡可得 觀察生命變化 老病死的舌頭現實 裡面 沒有一個 沒有老病死的常常 有惡可得 所以有受而無受者 有受而無受者 就是修無惡觀的意思 這個話是這樣子 有受者而無受者 愈相續 愈相續 就是你這一生 你倡奏倡奏 無惡惡所地 誰受現實 你造了罪也了 或者是造了福也了 那麼這個生命結束了 你的業力沒有滅 又去得國保 所以愈相續 是這樣 不是因為有惡 而有下一個生命力 是這樣意思 為什麼我們死掉了 沒有斷滅 還繼續有生命的出現呢 就是因為有業力的關係 你業力 死定你又有一個 新生命出現 這是什麼事兒 所以愈相續 大乘無山西 對業國的安利如何 安利就是 這是真常微信氣 就是業力 是由如來賬負債的 要是為 為斯中的學者 就是阿賴耶斯負債的 是這樣意思 那麼這個中觀的學者來說 你也不承諺有阿賴耶斯 也不承諺有如來賬 就是業力 業力安排你 又有一個生命 這就真的不同 就這樣 我這樣說 可能還是有疑問 相信有阿賴耶斯之影 如果沒有阿賴耶斯 生死輪迴 沒有辦法安利 沒有辦法安利 所以要有阿賴耶斯來徒載才可以 祂是生死的中心 可見盤 也是從這裏開始 無事實來見 一切發展 有此有如其於幾年半分月 不是有阿賴耶斯負債 不承諺有阿賴耶斯的 你不需要阿賴耶斯 我造了業力 有業力 來得生死 就是這樣就可以了 阿賴耶斯 為師的學者可以提出問題 沒有阿賴耶斯 你的業力在什麼地方呢 就會有這個問題 但是中安論的學者 也會提出問題 阿賴耶斯也是有生戀力 也是唱得唱得生戀力 那怎麼辦呢 所以一切發 祂要有個醫子處 我們造業的處 要有個醫子處 以阿賴耶斯為醫子 一切發是有生滅的 祂的春夏要有醫子處 就是要有阿賴耶斯 但阿賴耶斯也是有生滅的 那怎麼能做醫子處呢 所以這又提出問題了 那為師的學者 要怎麼回答這個問題 這是一樣的 所以這樣說 你就來個如來賬的學者 如來賬說 如來賬是不生滅的 所以它是最後的醫子處 所以你不必顧慮 有生滅不能做醫子處 所以就有個如來賬 在結結阿賴耶斯的昆賴 但是相信阿賴耶斯的人來說 又不成為阿賴有如來賬 所以佛法的思想 是有這樣的差別 在古代的中國的大德 似乎是以如來賬為最究竟 最圓滿的說法 其他的說法 就是方便的 維持思權你看這顯示 這樣的人們來解決這個難題 古代大德是這樣的 請問師傅 八正道中的正殿 怎樣才能回得到 正殿與聖殿住 七角子有何關係 正殿就是七角子裡面的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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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七角子裡面的窄 就是七角子裡面的窄 就是那個無陋的 無分別的清靜的智慧 它能見到真理 是明正殿 但是這時候就正殿是初德的 初德無陋的無分別智慧 叫做窄 在八正道裡面就是正殿 但是這時候要繼續地修行 佛的時候才圓滿無上處 才是圓滿的 在初德的時候還沒有圓滿的 就是這樣的關係 怎麼樣才能回得 就是修世念住才能回得 就是這樣 請問師父 什麼叫做無神發言 這個生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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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生之有情說 我們這個有情的世界 有情與有情 眾生與眾生 言與語言之間的關係啊 不管是如意的不如意的 你要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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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合理的 是不合理的 你都要癮 就是心裡面不動 不要動身心 也不要動貪心 那麼這就叫做生癮 這個發癮呢 就是 或者天打寒打熱 這些事情 或者你用功修行 很疲勞 這些事情都要癮 他們都要發癮 這個 無神發言呢 是有諸法實相的智慧 觀察一切眾生都是不合得 觀察一切法也是不合得 這個不合得就 簡單說就是一切法空 於空法得癮 安住不動叫做癮 在一切法畢竟空 不生不滅上啊 安住不動 安住不動 整個安住不動呢 你能與 畢竟空不生不滅的真理相應量 叫安住不動 別人 其他的人 還阻擋你 乃至到你下了地獄去 蒙火 阻擋你 你心都不動 它叫做無神發言 觀察一切有何法 都是畢竟空地獄 你心裡面 不為的一切有何法 可動 哪叫做無神發言 這個發言 這個字在自讀論上 有的地方 也解釋為 和無神發言相同的意思 叫做發言 也這樣 也這麼解釋 不要無神發言 有的地方 你帮我 跟人家 不詳細 不詳細 在身上 有什麼發言 也對 有什麼發言 停 現在四點三個 拍個女朋友 師父 您可不可以講一下剛才那個 盧萊藏跟宗官對於這個詩的看法 你解釋一下好不好 對於詩 對於阿勒也是 這個盧萊藏 什麼是盧萊藏呢 就是我們一念煩惱心裡面有佛 在一念煩惱心裡面有佛性 有佛的境遇 這裡面分幾個層次 在這一念心裡面有不生不滅的理性 也可以說這就是佛性 在一念煩惱心裡面有佛的無量功德莊嚴 有三十二下 八十種好 入一些眾生心象中 就是眾生的心象裡面有佛 然後這裡叫做佛性 也就叫做如來賺 所以如來藏在你的虛妄分別性裡面 藏在你這個反導裡面 這叫做如來賺 那麼如來賺還有其他的一些技術 在主要是這樣意思 就是凡夫的虛妄分別性 不需要經過修行 你心裡面就有佛性 是生命的心 在如來賺 但是在宗萬論的學者來說 沒有這回事 沒有這回事 但是說虛妄分別性 一切有違法 都是紀別性 中國論是成年性 如果說紀別性 是佛性 中國論的學者也曾經被認識 這個佛性這個地方還有分別 譬如說是 這個情緒論上說 在真如的理性上 有大智慧光明的意 那真就是佛嗎 我們凡夫啊 我們在宗萬論的學者來說 我們的舌是紀別性 舌是異業生就是紀別性 舌是異業生就是紀別性 舌要行思異業生就是紀別性 但是不說這裡面有一些種子 中文論的學者說 一切種子是要修行才能成立的 是要修行才能成立的 不修行是沒有這回事 這個理性 一切法畢竟都是理性嘛 不是佛創造的 也不是阿修羅創造的 也不是天創造的 是本來有的 一切眾生 一切佛 一切菩薩 一切阿羅漢 這個紀別性是平等不差別的 這是宗萬小者的證書 但是在如來賬的學者來說 在這個紀別性上就有一切種子 一切一切都是本來居住的 這個地方 中文萬小者 我們在禪中的語錄上 好像有個頭子 頭子和尚的陳詩 還有一個定三詩 加三詩 加三詩是一個定三詩 這兩個人到法常參詩那裡去參詮 在走路的時候就提出這個問題 定三詩說 要沒有佛性就沒有生詩 加三詩說 要有佛性就不應該有生詩 因為有佛性就不會迷惑嘛 不迷惑就沒有生詩了 所以要有佛性 為什麼會迷惑呢 這個話 我以為這個問題提出是對的 你說 真如 理性上 有大智慧光明 那一切眾生都有真如性 它也應該有大智慧光明 為什麼它顛倒迷惑呢 你怎麼解釋 這兩個人的意見不一致 一致 好 我們去問這個法常參詩 法常參詩是馬祖的弟子 馬祖要印證他開不了 那當然就是 拜見了這位參詩以後 提出這個問題 因為法常參詩說 明天來 明天你們再來問這個問題 那好 第二天呢 第二天來嘛 這個家參詩就來就問了 所以我這問題提出來 就是 法常參詩說 親者不問子 問者不親 這樣回答了 當然那個意思呢 你對於你的見諦 要是特別親切 你就不來問 或者說 你特別有信心的話 不需要問別人 因為你對這個有疑問 那你就來問 這就看 你來問了 就這樣你的問題 你的見諦 還是不準確 這樣說 你 法常參詩 對這個問題的回答 我認為沒有解答 這個問題還沒解答 別的參詩的語錄 我可能 我的 我 古羅法文 我沒看見 沒看見 有這麼解答 但是我同意 我沒說過 我同意 爭關學者 如果是真如有大智慧光明 你 就不應該迷惑 那就是佛的 那就是佛的 很嚴重的佛的境界 那為什麼流轉生死 所以啊 一切法 既面相 這是對的 但是 像如來壯說的那樣的法 一切眾生都有脫的境界 這還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主張啊 涅槃經要學一學 涅槃經解答了這個問題 大國涅槃經 解答了這個問題 它說的 但是涅槃經 也有其他的 間諭 還有不同的間諭 我們在其他的經論上 很少看見 所以涅槃經可以等 要學習 要是在我們 跟現在今天的佛教來說 中國傳統的佛教 都是如來壯學者 是如來壯學者 如來壯學者 而這傳統佛教的 這些老法師們 我看多數都是 念阿彌陀佛 我求是阿彌陀佛的問題 少數的人 傳話頭 傳話頭 我看也可能 大阿彌陀佛 也可能 去了也可能 還沒有去 對於 教育的學習 教育裏面的問題 都是不了了的 有實在的 有發展不說的 那今天的佛教 由於印尋老法師提倡 阿彌陀佛開始抬頭 印尋老法師 善嘆中關 中關也會抬頭 又抬頭 但是也一定是 會有人提倡為師 為師也可能會興盛一點 那南采佛教也來到了中國 也會興盛起來 也會有人學 這樣是逐漸 逐漸的 也會有 會有不同的變化 有不同的變化 傳統國家的學者 年輕一輩的還是有 還是有的 年輕一輩還是 關係 傳統國家還是有的 這些人 如果他的意志 堅強 繼續地學習 傳統佛教的思想 因為有人反對 我便要弘揚這一個 也可能興盛起來 也可能興盛起來 但是 南采佛教的小學 中關的學者 也可能 如果是 如果是歡喜寫文這樣的話 就可能會攻擊 就是所謂大比戰了 那麼大比戰的時候 大家都要大比戰 就這樣 這樣還是一樣 有可能會 互相的爭上 和努力的學習 都興盛起來 也可能有一方面輸了 就改變思想了 像南采佛教的投降了 像中關的學者投降了 或者是中關的學者 像如來賬投降 都有可能 那就看了 看將來怎麼樣 我想 我可能看不見 我可能沒看見 看見不見 這個 有沒有道理 就是看你的智慧 你的智慧 你的智慧從兩方面來的 一個是從你修行來的 一個是從經論上的學習來的 我經論不學習 智慧不能來 你不修行 智慧也不能來 所以越要修行 你越要學習 你可能會 這支筆會很厲害 智慧是不可思議的 不可思議 你這個神經線 習慣了這條路 從這裡來智慧 但是另外的那個神經線 習慣了這條路 它也會有大智慧 這是不可思議的 但是你要有法 就是一方面要修行 一方面要學習 往修行修行修行 所以我在推想 將來的佛教 會興盛 會興盛起來 會興盛 我就說到這裡